I see a man in girl I see a man in girl Kate is all the way to the green girl Hey my girl You each other Hello朋友们我来了 今天早晨呢去体检了 所以没称体重 大概还是稳定下降吧 早餐呢一个煮鸡蛋 一个蛋白面包 一杯咖啡 没有吃水果 最近头疼 想着过了今天休息休息再健身吧 今天都已经周三了 我这早起跳操的想法 还没有实现 每天七点半的闹钟 就只是把我叫醒一下 然后再次睁眼都已经八点半了 说真的 我现在如果不运动 每天稍微都会有点焦虑 感觉控制饮食的同时 一定要去运动 不然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 不过就在我无限纠结 要不要继续运动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忽然想到啊 其实身体也是和你一体的 在你做任何事情 它给你的反应 就是在告诉你它的感受 不要硬撑着去挑战它的极限了 身体也需要休息 养精蓄锐 后继薄发 当你再次动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可能会变得更厉害 那今天吃完饭 还是去完成了之前约的课 你们看我这时真的很显瘦吧 鞋子确实还挺重要的 今日健身主训是卧推 开始轻松 不加重量的两组 我就没使太大劲 头不疼 到后面重量一上去 我就开始浑身发力 然后上头 于是今天的课结束 我决定休息几天了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好喝的 一起健身小伙伴推荐的 也不知道是天气原因还是怎么的 就想喝点带味道的东西 我一般呢 是健身结束会喝点带味道的 前段时间总爱喝咖啡嘛 但最近喝的这个能量饮料 有点上瘾 它名字听起来也很有能量 叫西兰花战士 我发现它的契机是 零糖零卡零纸嘛 然后开始控制饮食之后 就又开始抓这种小细节 而且里面含有丰富的电解质 运动完也是可以很快 补充身体所需营养的 我俩最近下了课就会来一个 不过这里边是含有那种 咖啡豆浓缩液的 还有什么人参粉啊 绿茶粉啊 牛黄酸 也属于是一个提神的作用 口味呢也比较丰富 除了健身结束 学习累了啊 工作忙的时候啊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 当快乐水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中午回家无接懒做饭 我俩就在门口吃了个黄焖鸡米饭 思考来思考去 黄焖鸡加米饭 还有多点点菜 热量也没有那么高 两个人要了一个小份 加了白菜 油麦 金针菇 豆腐丝 米饭呢是一份的量 我吃了三分之一 就大概估算啊 我这中午这一顿 也只有五百多大卡 记录饮食开始 我发现其实少吃不难 吃够是真的很难 下午呢 在家给我们的视频小店 直播了几个小时 期间五点多饿了 就把剩下的紫薯肉松 小欧包吃掉了 哦对了 下午还加餐了一个主苹果 那今日摄入就完毕了 视频差不多 就分享到这了 咱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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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感谢观看